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测试两款温度计啊 这个是电子温度计 这个是水银温度计 咱们今天测试一下他们两个的那个 哪一个更接近那个 实际的温度吧 因为在网上有人说说电子温度计不如这个水银温度计 真实 可靠 那么今天咱们测试一下他的那个 这两个哪一个更对是哪个更可靠啊 那这这就是电子的那个温度计 这个电子的温度计使的时候按一下这个 小开关 然后他出现 这个数据呀是什么刚才出现是上一次的那个测量的温度他的记忆当中 然后我们看到这他有一个那个 一个摄氏度的一个小符号 他这一闪一闪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测量了 我们把它夹到那个温度计 然后把它夹到那个 温度下 然后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水银的温度计 水银的温度计使的时候一定要甩一甩 甩一甩把这个拱住啊 甩到35度以下 看一眼啊 水银的温度一定要甩一甩 甩到那个35度以下啊 你现在看 他这个水银的拱住在35摄氏度以下呢啊 然后我们也把它夹到那个 然后我这个也给他夹到这个油窝上 这个夹的时间要长一点啊 我像电子那个温度计里夹的时间短 然后这一只温度计 给他夹到右一样 我现在我这个两个右我一共夹了三只那个温度计 然后第一次夹的那个电子温度计已经好了 拿出来 这是34度9 他想了想了是35度4的 这个电子的我测了两遍啊一次也是34度9一次是35度4的 再测一遍啊 电子的温度计 他比较快 又除了一个 还是34 34度 那我测了三次啊 这个电子的那个温度计 都是34度 35度 左右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三十五度 七 三十五度七 然后再拿出了一个啊 这个三十六度 这个三十六度 这也是三十六度 五 然后这个我们要甩 测的时候 我们再再测一次啊 再测一次啊 再测一次甩一甩 这甩了三十 不到三十五度 这个再甩一甩 三十五度啊 三十五度啊 三十五度九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那这个分度计啊 然后再拿出了一个 这也是二零二一年 这个是三十六度 三十六度三 是吧 三十六度三啊 这两个那个水 水银啊 这个是三十六度三 这个是三十五度九 然后这个是三十四度九 这个明显啊 明显这个电子的温度计 要比这个能低大概是一度左右 因为这个我量了好像是第五次了一共 都是三十四度多 三十五度二 最高的是三十五度二 这两个呢 都是三十六度 三十六度三十五度九 但是明显还是这两个 水银的温度计 比较接近那个真实的那个温度 这个电子的还是有一点的有一点点的误差 误差大约在一度左右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那个 水银的温度计 因为他比较 可靠 比较真实 然后这个呢 他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 读数比较慢 我们需要长时间的那个夹着啊 然后他读数比较 比较难读 一般那些年龄大了 眼神不好的啊 看着比较费劲 这个呢 这个电子呢 虽然他那个误差比较大一点 但是他 读的比较快 因为我们放到那个油 我讲大概一分多 总 他这个风铃声就响了 就可以那个 读 读取这个数值了 然后他这个数值比较直观一点 多少度就 电子就显示出来多少度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谢谢大家啊